大家好 我是十八號 今天我要說的故事是 我怕黑 小卡蜜很害怕孤單 每當他要一個人上床睡覺時 便忍不住害怕起來 所以爸爸總是會說個睡前故事給他聽 有一天爸爸所有的故事全都講完了 他沒有故事 好將給他的小兒子聽了 於是爸爸開始告訴康明立足的全新的故事 這個故事和他之前說的都不一樣 這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小男孩 他的名字叫做珊米 珊米的媽媽常常會在晚上講故事給他聽 可是當媽媽說完故事時 準備要離開的時候 珊米又會跟媽媽提出別的要求 媽媽並不知道他離開之後 珊米根本睡不著 因為珊米怕一個東西 怪物 只要一天黑 怪物們就會跑進他的房間裡 這些怪物有些長得七型怪狀 身上還有很多可怕的大點點 有個怪物有又醜又長的手指頭 珊米整天都醒著 直到天亮了才累的睡著了 第二天還是一樣的情形 又會有另一個醜的怪物出現 一夜又一夜 每天晚上都發生一樣的事情 突然有一天晚上 家裡停電了 珊米怕得不得了 決定去頂跟蠟燭 正當珊米頂掉蠟燭的時候 突然看到房間站著一隻大怪物 他從來沒看過這麼龐大的怪物 他逃到門口 怪物竟然也跟著逃到門口 不論珊米到哪 怪物都跟得緊緊的 珊米四處亂跳 怪物也四處亂跳 珊米坐下 怪物也坐下 漸漸的他發現 這個怪物一直在模仿他 他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好的怪物 珊米終於有多勇氣 想會靠近一些 他發現 當他的怪物越緊實 怪物就變得越小 珊米笑了出來 原來這個怪物是他的影子 後來他終於懂了 有時候大家會害怕一些東西 是因為不認識他們 像從那天起 珊米每天都可以好好享受夜晚的時光了 更棒的是 他可以比曾經更常睡著了 故事講到最後 小卡米已經睡著了 他一點都不知道 原來故事中那個小珊米 就是他的爸 我家是賣水煎包的 爸媽每天晚上都要被晾 工作到紅一晚 所以我跟妹妹平日前上 我來睡覺 每當燈光了以後 就會有一些可怕的聲音 讓我感到不安 可是我知道 這個世界上沒有怪物 所以我會勇敢陪伴妹妹 安靈心入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時間3分13秒